不懂就问啊 现在的音乐裁缝都这么理直气壮了吗 抄袭都抄到正主面前了 陈雪宁在有歌唱自己的原创歌曲 《我要肆意悲伤》 却和台下汪苏龙15年发行的睡前故事 几乎一模一样 王苏龙也真不愧是内语体面人 都捂到自己面前了 点评的时候还给陈雪宁留足了面子 节目播出后 陈雪宁虽然立马发微博道歉 并全平台下架歌曲 但对她来说 这抄袭风波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她的第一首原创歌曲《白山茶》 歌词就涉嫌抄袭 博主德卡的原创短剧 原创者从17年歌曲发布 一直维权到了21年 最后胜诉 她最出名的歌曲之一的 《你的酒馆对我打了呀》 还曾被曝出旋律抄袭了日文歌曲《水母流星》 《你的酒馆对我打了呀》 只敢在我心头上的旁 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 遍地点上还笑着原谅 18年发行的假装和郭静明的诗词 暖城几乎是一模一样 打着原创者的标签 却是个抄袭惯犯 这也太讽刺了 而有歌上 另一个原创歌曲 周思涵的《被爱》 也和汪苏龙的《有点甜很像》 这是打算逮着汪苏龙一个人耗了 我永远在你身后傻傻 等待做你的悲哀 也许朋友只是个理由 能让你依赖 让我感觉感到想 我感觉把你动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 为你写一首情歌 你永远不明白 做悲哀的悲哀 只是想变成你的习惯 能被你冲恨 在偶尔的读歌 你也轻轻的附和 人生战略叫我们的选择 有点甜是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很多人在模仿 我在2012年写的课 现在还有人在写 但我已经不写了 不得不说啊 汪苏龙真是实惨 前阵子网上爆火的热歌兜兜转转 本身就是天词汪苏龙14年发行的歌曲情 到底有兜兜转转的多少 你用心里的多少 结果歌火之后 不仅歌曲收费了 还把词曲创作人改成了自己 这奇葩操作 让汪苏龙无奈 在演唱会上宣誓主权 有抖音的都帮我发一发好不好 毕业 我们让这首歌被大家听到 好 这首歌的名字就是 结语 前有许高 后有汪半龙 只能说啊 许松唱的那句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的含金量还在提高 作为被抄袭狗盯上的素材库之一 许松的歌同样被借鉴改编的五花扒门 之前火遍全网的天下的乌鸦一边黑 就和他的雅苏共赏无缝连接 罗聪简单的幸福 抄袭许松的有何不可厚 还内涵许松没有他活 花童的我看花同样被爆抄袭许松的 如果当时 花童不仅没道歉 还在评论区内涵许松抄袭 最后歌曲被网友举报 才匆匆下架 我们看花在雨众小变 只要让蝴蝶绕了又让 才能也不妨 风雨标过分 去了回忆怎么切 还有李源杰的李源杰的李源杰的李源杰 涉嫌抄袭许松清明与上 我应在江湖游泽 我应在江湖游游 饮一壶灼酒 嘴里看百花儿身出城 我在人间旁旁旁 寻不得你的天堂 冬平是金旁何不能遗忘 幸福等待 无缝连接卢昭夜 幸福等待 我愿等待 卢昭月光 大大清晰 天下的你 我四天模样 真是连没魏花的葬礼前奏 都能直接照搬 虽说许松本人很有格局 蚊子叮我一个 我不能伤嘴去 小蚊子 大家不在一个层面上 所以就没什么可较劲 但这些抄袭狗 也确实太恶心了 好了 我是老郑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